Biancy在巴西举行巡演 走下与粉丝互动的时候再次发生了意外 被男歌迷拉住不放 当场摔倒还险些被拉下台去 但Biancy非常的淡定 起身之后接着唱啊 并继续跟台下的歌迷热情握手 还有韩国的人气组合Super Junior在广州开唱 几位成员活力四射除了线上竞歌热舞之外 还脱衣服绣身材 又身着女装带着假发出场 卖萌撒娇 这搞笑的桥段呢 让现场的气氛非常不错 还有自从公布了新任蝙蝠侠 将由本阿弗莱克出演之后呢 引来了不少的争议和吐槽 小龙女的这个状态啊 最近呢流行恶手小贾斯丁 在网上晒出了电影剧本 自爆有可能出演蝙蝠侠的好搭档罗宾 让广大的超级英雄迷们再次跌破眼镜 另一部电影张艺谋新作《归来》在北京正式开机 男女主角由陈道明巩俐出演 铁三角重剧携手合作 这是相隔七年巩俐再度出演张导的作品 他非常重视 表示如果能够演好这部电影 自己才算真正是个好演员了 听起来这部戏好难演的样子啊 咱来看JYJ演唱的仁川亚运会绘歌 Only Once最近曝光了 各曲旋律轻快充满正能量 我们现在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俊 早前荣祖儿为新歌天台到台湾拍摄MV 他以复古的造型亮相 展示出性感妇媚的一面 工作期间杜德伟专程前来探班 被他送上惊喜 让荣祖儿大呼 再怎么辛苦也值得